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所有女生都非常熟悉的优质演员 我们欢迎陈坤来咯 我的天啊 我虽然是第二次见了 但是刚刚我在上播前见了也打了个招呼 但是还是会觉得很激动 你好你好你好 老师好坐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陈坤 这个声音也太好听了吧 我的天啊 真的来了不是假的是真人哦 是真人来了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非常非常感谢陈坤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对你可以坐过来 大家就是要看你看的比较多一点 好 所以你没有直播过对不对 我有一次 有一次直播 所以今天来这边会紧张吗 应该不会吧 但声音有点 太大了 你的节奏很快 我的节奏很快 所以你平时是一个节奏比较慢的人 还是说就会比较的温温的那种人 就是平时还是节奏比较慢一点吧 比较慢一点 比较喜欢慢一点的节奏的感觉 好 那我今天让你体验一下 就最快速度的那种感觉 好不好 哇 再次欢迎成功 再次欢迎成功 太帅了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 关于你最近的一些近况 然后让你放松下来 好不好 就是听说你最近是刚拍戏回来 对不对 就是有一部新剧已经杀青回来了 所以你可以跟大家说一说 关于这个叫做输赢的这部剧 一些小故事或者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吗 我们刚刚在前段时间 从那个内蒙古拍完戏回来 我们到的那天就已经在下雪了 到的那天就开始下雪 所以我们穿的 因为我们都是在拍夏天的戏嘛 对 所以你穿短袖穿短裤 拍夏天的戏 还是大雪天 但是临时就改成了 冬天 对 临时改成厚的衣服 还挺好的 哇 所以就是拍戏是可以临时更换的 我们这个场景呢 就可以 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合理的 在剧情里面是合理的 所以这部剧什么时候会跟大家上 刚刚拍完导演还在剪接 还在还在剪接当中 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 那你是在里面试验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造型 因为大家可能会比较期待你在里面的一些 就是表演或者人物的一个塑造 我在里面演的是一个销售销售总监 销售总监 卖的是那个那个服务器电脑 卖的是电脑的服务器 所以你真的是今天也是来做销售的 虽然我们是线上销售跟西亚不一样 所以你在拍戏的时候之前你有没有学过关于销售的一些点 我们在拍之前的话就请一些老师跟我们上课 会请老师上课熟悉一些产品的资料 然后就是一些售卖的技巧都会有学 所以那我觉得今天你来应该是很得心一手了 然后我们在今天你来之前发了一个微博 然后很多网友都说 他说陈昏是一个很喜欢美黑的人 而且每一年你都会参加一个叫做行走的力量 而且你已经行走了十年了 所以这个就是行走的力量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因为我有关注过行走的力量 我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你会坚持十年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就是想通过行走这个方式 让大家带离固定的生活场景 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 能够去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就是放松 然后审问一下 就是问一问自己到底是你喜欢什么东西 对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 你到底需要和喜欢的是什么 就是可能现在的节奏比较快 像大城市一级城市上海啊北京啊深圳啊广东啊 其实很多年轻人 他们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而去盲目的努力和工作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其实就陈昏老师的行走的力量就是告诉大家 你喜欢什么是要你自己真的就是知道 而且是想同自己喜欢什么 所以我觉得还是无论工作怎么样 还是无论生活怎么样 一定是要干嘛 一定是要就是了解到你的喜好 然后再去做这件事情 你会更快乐 对吧 好的 那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行走的力量 但是你很喜欢美黑 然后你走了十年了 你有什么防晒的小技巧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因为大家应该很 我没有美黑 我天生就很黑 你天生就很黑 天生就很黑 不会吧 之前的剧里面你还算白的呗 就是有点像光 就光打的会比较白一点 还有还有就是修片嘛 但我还是黑的 我是天生比较黑的 那你有没有就是在座房下 因为大家都说你是不老男神 也不是不老 非常老了 没有很帅 现在还很帅 真的我我这么近看哦 真的还是很帅气 非常非常帅气的 谢谢谢谢 所有什么护肤小秘籍 还是我从来不护肤 那我就直接把你送走 来砸场子了 是那个是那个 比如说我拍戏见钟 我就去行走的话 我就会非常注意 因为不接戏了嘛 哦 怕被晒得更黑了就完蛋 美美美 虽然我们几天都不洗澡 但是我还是会往脸上涂那个防晒 防晒 对 但是如果是我刚好前后都没有戏的话 我就会只是还是保持尽量是用擦干净 完了 完了之后我还是要护肤 就是还是要洗干净 因为你在行走的时候 可能会去很多极端的环境 肯定会有很多的风沙所以清洗是很重要的 是的 对吧 洗干净是很重要的啊 好不好 那你有最长一次 没有洗澡的时间有多长 因为刚刚说你几天不洗澡 53天吧 53天 13天吓死我了 53天不洗澡 啊 13天已经很长了耶 所以那是拍戏还是行走 就是行走的时候 哇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一时三天 我觉得很轻松 就不用浪费水 哈哈哈哈 很轻松 不用浪费水 在山里面不脏 不觉得自己很脏 不脏 哦 好的好的好的 OK 那保养密集大家听到了 如果在拍戏 如果在工作的时候 想要保持到状态的话 还是要用会用防晒 然后的话 清洗是一定很重要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 不用过度清洁肌肤 把脸洗干净就好了 好不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我有在 就看到网友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 是这张图片 他们说 他说成坤老师 非常非常喜欢倒立 家琪问一下他 他是不是经常倒立 所以他的脸不垮 哈哈哈哈 所以你平时在家里面 经常爱倒立 我不是经常 是每天 对 倒立多久 呃 我如果觉得状态 不是很好的话 我会有六到十分钟 那我会分成两次 那你倒立的时候 在想些什么呢 就是关注在呼吸上面 哦 所以倒立的时候 是在呼吸 对 那那那那你可不可以 跟大家分享 倒立的好处 就是你为什么会 一直坚持 你想你站起来的时候 就说个比较简单的嘛 嗯 就是你的那个地心引力 肯定是往下 是 那你倒立的时候 我觉得血液循环 它就会有一个相反的 同时呢 它能够帮助你 它有很多很多好的 大家可以搜一下 他们刚刚有个女生说 她说因为倒立了之后 眼泪不会流出来 所以女生想哭的时候 我不要有眼泪 我开始倒立 然后眼泪就不会流出来了 哇 所以很厉害 其实倒立的时候 应该还可以练到 各个部位的肌肉 有稳定性等等等等 最主要是那个要收腹 还是脚要绷直 哦 脚要绷直要收腹 好的 那美们 我好像听 好像之前有很多的名声 他们都有说要倒立 他们也很喜欢倒立 所以这件事情 是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喜欢 做这些事情 如果你们感激的话 你们也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不好 一定要注意安全 那其实今天请到陈坤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是因为我们博朗了 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然后你应该有 刮胡子的困扰吧 有比如夏娥县 还有侯杰 有些时候 虽然我胡子没有那么的茂盛 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有死角 我们这款就很好 是 因为你知道 我就是很讨厌刮胡子 这个点 因为首先就刮胡子 如果选 我胡子多 我只要一个晚上 我可能到下播了之后 我的胡子就会 就清澈就出来了 然后我每次觉得刮胡子 就是如果没有选到 一款好的刮胡子 会刮到这边都会破 然后脸颊也会破 皮会破破 然后最后长得了 很多小红痘痘 然后就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所以我觉得刮胡子 对于男生来说 其实很重要的 因为男生起床 可能第一件事 就开始刮胡子 对吧 而且他出席重要场合的时候 一定会用刮胡子的 一个好的T 虚刀 那其实我们就是准备了几张照片 准备了几张照片 来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很多人都说 就是我没看过 我有胡子的样子 所以他们在网上 帮我批了一个 有胡子的样子 就李佳琪有胡子的样子 是长这样的 哇 我也觉得 从今天开始 不刮胡子了 吓吓你们 所以你会觉得 男生有胡子好看 还是没有胡子好看 那我的角色 需要有胡子的时候 我就要贴 因为胡八一的时候 我就每天贴 是是是 贴了很多个月 所以贴胡子会痛吗 会疼吧 但是我喜欢有胡子的 那你会 我平时胡子很少 那你平时会自己留胡子呗 我会 但是要工作的时候 我就会 立马贴一贴 好的好的 那你觉得刮胡子的时候 你最讨厌什么 就是 刮胡子的时候 最讨厌那个 那个叫什么 贴得不干净啊 或者是他那个刮到啊 对 就是刮到皮肤 跟剃得不干净 其实是男生 对于刮胡子 最讨厌的一个点 真的真的 而且我跟大家说 在有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爸爸 就老一辈的 就是爸爸叔叔他们 他们会买那种刮刀 而且那种刮刀 如果不太好的话 那个铁片很容易生锈 其实对于人 是很危险的 是的 很容易受伤 但是我们这一款呢 它就是那种 它比那个三个圈的 刮得更干净 是的 直剃 还有360度是旋转的 对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真的是360度可以旋转的 你们可以看看 比如说你的皮肤 整个按在它的一个表面上 它的这一边 其实可以直接 看澳眉门 直接往下按 它是可以弹动 中间也是可以弹动 这边也是可以弹动 所以你按上去的话 它360度旋转 如果你贴在任何的部位 它都会刮得很干净 所以这款刮胡刀 是真的我觉得 是它很配的一款产品 我跟你说一个 就小小的小故事 你说的好快 真的吗 很厉害 真的吗 我还没有开始呢 真的我还没有开始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小故事 叫做它补配 什么叫它补配 就是我有一次在卖 就是男生的护肤品的时候 然后所有人都在下面说 他补配 他补配 你吗 他说你吗 不不不不 他们说他们的老公补配 有可能 所以你觉得 他们的老公也不配 这一款吗 很配吧 对 对吗 每个你们给你们老公 给你们给你们自己 买了这么多双吸东西 你们都已经下了 二三十单了 他很配一款T恤刀 而且我觉得男生 对于T恤刀的话 真的你买一个好的 他真的每天 可能就是把自己都会 打扮得干干净净 然后不会那么多 胡扎去扎你 所以美女们 好的T恤刀 你一定要给他们去买一买 好吧 虽然这个的价位 可能你们会觉得说 他真的很不配 但是你们真的去试试看 好吧 真的非常非常棒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博朗这个品牌 它是德国著名的T恤刀品牌 而且他们家 他算对于那种 复合式的一个T恤刀 其实很领先的一个行业 因为他们家做这种 复合式的 会做的比较的专业 让你刮起来 是不会有任何的疼痛啊 或者是不适的感觉 而且所有女生 他们家是拥有 七十多年的研发经验 它是优于市面上所有的 不能说所有 优于市面上 绝大多数的品牌 它的专业度 跟它的一个刮鬍子的速度 跟干净程度 也是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这一款是小猎豹的七星 它比较的好水洗 因为你在洗的时候 也会非常非常的好清洁 不会说 要把它全部拆开 怎么去洗 它不会 它就直接在水上面 冲一冲就好了 最重要的是 所有女生 她这款是专门针对了下颌线 因为男士的下颌线 那边的毛发 可能会相对来说 比较的旺盛 所以美们 这个大家可以去买它 我觉得在所有女生 双十一的时候 一定尽量的去抢一抢 不好意思 稍微等一下 快快快快 信号断 所以信号断了 你说的好快 太厉害了 听到了 那我们用 我们用特写机位 好不好 好的 好的 那我们用特写机 哇哦 我们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 不好意思 我们刚刚对面的 已经被我说到 已经卡住了相机 好吗 谢谢大家的支持 太快了 你速度太快了 真的吗 我每天都速度这么快 就是每天 因为要输出很多很多的产品信息 所以一定要 他们都知道 对 所以 好大压力 我 sorry 没有 没有 好的 好的 来 所有女生 大家 真的 我觉得你们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要去给你们的男朋友 或者是老公 或者是爸爸 我觉得不一定要付男朋友 很多人都可以买 天猫店铺价 1599一台 加起直播间 多少价 所有女生 9999一台 可以让你老公有一个 非常非常漂亮的脸庞 同时我们还会送一瓶 179的亚顿香水给他 他比如在运动的时候 和出门的时候 可以喷一喷香水 让他的味道也变得很好闻 好不好 来我们先上货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3800个 给到大家 一定要一定要去试试看 而且我们还会像个一个礼盒 然后你就可以说 老公 我给你买了一个五位数的T恤刀 你快点给我报销 结果报销了之后 你可以立马来买双西的产品 好不好 我觉得给你自己买买买的同时 要给你的男朋友 或者是男性的 就是你觉得很重要的人 去买个礼物 三 二 一 先付定金 再领250元优惠券 来咯 所有女生 来咯 他们说我可以买给坤哥吗 可以 你不应该信我很多了吗 你是代言人 他要送给我 我怎么能拒绝呢 我的天哪 我又学货了一招 你们有没有想要买给我的呀 我也可以不拒绝的 下架了 下架了没有了 还有还有 我们来再加一点货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你赞出轻来一点吧 大家想要看你多一点点 好不好 大家可以赶快瞧 我们马上再加一点点货给大家 好不好 马上再加一点货 谢谢你们的支持 那我们为了 好 那我们为了更加直观的让大家看到 小猎豹的一个效果 我们请到了我们直播间 来 对 有胡子的大哥 大哥 我们直接来试试看给他们看 好不好 他真的胡子特别多 你知道每次我跟他敷面膜的感觉 扎手 就是手 我在他里面上说的时候会觉得很扎手 嗯嗯嗯 这个这个 下面 对 其实这里是最难踢的 对的 就是下河线的地方是最难踢到的 哇 不要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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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的 对就直着这样去刮就好了 真的非常 哇 哎 所有人都在打 哇 他们说 我写 我也想要当长胡子的那个大哥 你也长胡子 宇文姐 你也可以来的 没关系 他们前面全都让我走开 他们看不到 你们知道吗 我发现今天我的右手边的人额外多 真的很多 我刚刚一反过去 哇哦 人山人海来形容 天呐 真的 你们就是这些女生 哦 哈哈哈哈 好的 谢谢大家 还有货吗 没有了 所有女生对不起大家 已经全部都下架了 不好意思哦 美们 对不起大家 我们的所有产品 都已经下架了 我们等一下只能等踢人了 好不好 那既然邀请到了 陈亏来到我们的直播 那我们还是要 多多的让大家 跟我们的陈亏一起 做一个小互动 好不好 因为很多人都说 就是陈亏拍照非常非常好看 你的眼神 你的动作都非常非常地帅 那谋取大家一个福利 因为很多人就是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拍大头照 就他们说我们拍照 只会就比页 然后页 然后页 然后各种页 对 就是很多的网友都会说 就无论什么时候 当一个相机对着我的时候 他都只会这样子 就是两个手这样会摆 那平时 如果你去摆一些动作的时候 或者你去在 美们 你去在那个 就是拍照的时候 你想要有那种很高级 很时尚 很大片的感觉 你会怎么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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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假设一个人设 假设一个人设 所以你现在可以假设 几个人设出来 就是如果是看 拍什么样的工作 如果是拍杂志 那就应该有杂志的主题 你去假想一个人设 假想一个人设 或者是如果假设 你要拍 比如说像加琪米这样的 比如说 好 那假设一个销售 该怎么样拍大头照 突然问到你了 想一想 但是我觉得 就是动作也会 但角度很重要 角度很重要 你要相信镜头 并且你要enjoy 你要相信镜头 必须要享受镜头 才会拍出好个人的照片 对对对对 那你可不可以现场示范一下 你平时拍照的时候的 所以你也是左边脸比较好看 我是全部 OK 不会聊天 不是因为我 放弃治疗 不是不是 我觉得你很好看 很帅 没没没没 你是上了嘴唇的颜色吗 好好看 啊 你上了嘴唇的颜色吗 一点点 对因为我嘴唇很白 然后我就必须要上你颜色 我的嘴唇颜色就比较 深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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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在拍照的时候呢 我就会 可以跟镜头学会交流 那你交流一下看看 我其实一直在跟镜头交流 对 哇 看他们眼神 我的猫呀 太厉害 别人也没有想要对你怎么样 好不好 你真的是 这个人在做梦 所以要去跟镜头交流 要去把你的情感 去给到镜头 你就要相信 他是一个好像跟你说话 所以才拍出来的照片会比较好看 就包括其实我们在看到你拍我们 就是广告片的时候 就是你拿产品的那个首饰 真的很好看 教教我吧 你知道我每次是只会 就拎得这儿或者拎得这儿 或者是插口袋 就是各种 就是这张照片 帅不帅 我的天哪 超帅 有没有 还有 修过 修过 没有没有没有 还有这个 你看 拿产品的样子 非常非常的棒 是不是 好好看哦 所以 这是刚刚亲笔签名的 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抽奖吗 可以送 你们要不要 亲笔签名的 这个地方 然后看谁手速快 手速最快的五个人 他们就会拿到奖品 对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时间也不太多了 因为等一下空格还会有别的一些工作 所以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份礼物给你 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礼物 希望你会喜欢 就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这种比较可爱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听说 有些我在搜你的资料的时候 我听说你很喜欢做饭 就做菜 做饭 所以我喜欢烹饪 所以我准备了一个很有名的 而且畅销了两百多年的一个传奇菜谱 然后希望可以帮到你 所以它很久 就是它上面会有文言文版本 就是用文言文来教你如何做菜 好 我会学习 对对对对 它是从清朝就开始一直延续下来的一个菜谱 我会学习 对 好不好 大家可以去 就可以去试一试看 那最后呢 可以跟我们所有女生说一句话 就是鼓励的话也好 祝福的话也好 或者是 你想说什么都可以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也支持他 因为他声音好快 应该会很累 大家辛苦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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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准备老师 谢谢 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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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看这个屏幕 你看 其实虽然我们只能看到 沁姐一个眼神 但是从这个眼 只能看到一个眼睛 但是从这个眼睛里面 可以透露出来一些小讯息 你们可以看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一文姐是流口水了吗 还是怎么样 要擦水 啊这是流口水了吗 还是怎么样 羞涩羞涩 啊这一次 这一次努力从我的头上穿过 一些人 啊 你们真的 啊 突然间整个城 就是整个城 整个城 人山人海 整个就是感觉 所有女同事都都来了 今天 然后一走 现在全部都没有了 我旁边已经没有人了 全部空空如也 大家去哪里了 我决定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不起男明星 只起女明星 不行 OK 哈哈哈 好不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加琪 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多多关注 多多关注 谢谢大家 喜欢加琪 请多多关注 加琪